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本周多部强挡芯片上映 007男星皮尔斯·布洛斯南 在电影倒数行动 重拾拿手的强战戏码 这位他从地表最强探员 变身冷血杀手 展现不同以往的魅力 另一部电影《蚁人》改编自漫画 由美国男星保罗路德主演 剧情描述一名神偷 在科学家改造下 拥有缩小身体的超人类力量 肩负起拯救世界的任务 我们正在想救世界 我们来到这里 《草莱坞》改编超级英雄漫画 又有新题材 蚁人拥有缩小体型的超能力 堪称最小超级英雄 美国喜剧男星保罗路德 单纲主演 在片中饰演窃盗犯 身手俐落被科学家向重成为蚁人 指挥蚂蚁作战 打击犯罪 拯救世界 今年69岁的金奖影帝 迈克·道格拉斯 也助阵演出 饰演第一代蚁人 成为最高龄的超级英雄 007男星皮尔斯·布洛斯男 在芯片倒数行动变身大反派 追杀女星蜜拉·喬娃维奇 上演精彩打斗戏 剧情描述美国海关安管 在一起爆炸案中 遭恐怖分子栽赃 被迫展开逃亡 起刷罪名的同时 还得设法阻止 违级全美的恐怖攻击 几句电影《爱情亭》看厅 去年在多伦多影展大放异彩 女主角派翠西亚克拉克森 饰演资深书评家 历经婚变学习独立 决定学习开车 知名印度裔演员班金斯利 饰演继承车司机 因缘际会成为女主角的驾驶教练 两个城市沦落人 在一堂堂驾驶课中 帮助彼此重新出发 现在是你的生命 泰国卖座喜剧鬼片 这个高中没有鬼 推出系列最终回 这群高中生 不管到哪里都会撞鬼 这回他们终于毕业 前往普及岛旅行 没想到才踏上海滩 就遇到大海啸 一群人被冲散四处 醒来时还得应付岛上遍地冤魂 惊吓和爆笑指数火力全开 要让观众有它有效 中央社纵横报导 大家好 我是姐姐谢金燕 电影女王姐姐谢金燕 摇身一变性感猫女郎 展现修长美腿 手持巨型冲气球棒 有模有样地为向元队热闹开球 现场气氛拍到最高点 场边球员也跟着为之疯狂 八仙乐园日前发生 陈暴事件伤亡严重 曾经因为车祸受重伤的谢金燕 也在球场喊话 披伤着加油打气 紧接下来给你们说 不管将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是自己的超杀斗士 只要你永远不放心 你一定可以击出你自己的全力道 阿米狗藏原队二类手郭炎文 这场比赛中 创下连续32场比赛安打 改写了中华职棒记录 面对向队强投康崔拉斯 他表示没有想太多 球只要进好球袋 就想出棒 郭炎文也坦言 季出状况不好 没预料可以挑战记录 因为我季出 开始状况不是很好 但有安打其实真的是到21场 开始有人在报 我才会比较想 就是没有比赛的时候 会想比较多 个性低调的郭炎文 不习惯成为全场的焦点 他笑说球打完之后 要献花才开始紧张 庄社记者张新伟 林鸿瀚 桃园报导 前行政院长郝博村一号发表新书 郝博村重返抗战现场 他在2014年重返抗日战场 用文字 照片 图标等资料 记录三趟旅程 郝博村致辞时说 他已经96岁 早上的事情下午就忘记 但是八年抗战 刻骨铭心 他终身难忘 抗战胜利今年70年了 70年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说 凡是重要的关头的事情 我今天用不着看资料 都在我脑子里 没有忘记 因为这是胜利其实 性命交关的这种 关键时刻了 真是客国民心 终身难忘 郝博村表示 八年抗战有两千万人 牺牲生命 战线从南到北五千公里 从东到西三千公里 战线延长一万公里 可以说是中华民国 有史以来战争范围最广 牵涉人员最多 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至于八年抗战 对他个人的影响 郝博村认为 自己是抗战中 最幸运的一个 我感觉我是最幸运的一个人 不但没有打死 并且还要 这个建国人抗战 那一家到台湾来 还这个 负了责任 我在抗战的时候 我在广州 我曾经负伤 脑子里面这个 这个这个 中了一个蛋片 留学来回来 还好几十年没死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蛋片 所以我其实 其实年前的事情 都还记得 所以我还想 郝博村是两岸少数 曾亲身参与 对日抗战的高阶军事葬礼 他走返抗战现场 搜集资料 希望能有系统地 呈现战争重要环节 留给下一代反省学习 中央社记者张志电 特别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 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酒品摊位前 吸引许多男士 驻足细细品酒 色彩缤纷的 各式蛋糕甜点 也好似向女生们招手 南非最大使听展 日前在约翰尼斯堡 隆重登场 总计全球四十五国 厂商参展 吸引超过 十五万人次参观 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南非洲 为了吸引人潮 许多摊商 都提供试吃服务 因此参观游客 可以一边逛 一边大饱口福 这次食品展上 展示超过 一万六千项产品 从饼干 冷冻食品 到新鲜蔬果 肉品等等 琳琅满目的食品 让人食指大动 游客也可以品尝到 各国最具特色的特产 台湾美食世界著名 但这一次未能参展 希望未来能让全球掏客 平常到台湾具有特色的美食 装饰记者徐梅玉 约翰尼斯堡报导 三二一 参赛者排成一列 动作俐落 比赛玻璃芝 台中市政府行销农特产品 在新加坡举办玻璃芝竞赛 台中市荔枝种植面积 近两千公顷 年产量达一万七千多公顿 最近是逢产季 吸引民众抢着试吃 台中彰化和南投县政府 最近在新加坡举办 海外联合行销记者会 推出台中荔枝 彰化葡萄 以及南投百香果 希望打响台湾水果 在东南亚的知名度 台中市以主打荔枝 来促销台中市的农特产品 南投县也展出它的百香果 还有香菇 彰化馅也带来了稻米 还有葡萄等等 这些产品都是新加坡民众 非常喜欢的台湾的农特产品 新加坡距离台湾只有四个小时航程 运输和通关作业简便 加上台湾水果品质特优 深受新加坡人喜爱 成为台湾水果外销的主要市场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断交长达54年的美国和古巴 重拾外交关系 20号将重启两国分别在华府 和哈瓦那的大使馆 为美国复交跨出重要一步 也意味两国54年的断交关系 在此终结 美国总统欧巴马表示 复交有助于提升古巴的人权和民主 更多国际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亦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